刚跟弟弟从我们这边的居委会回来 现在的居委会再发垃圾桶 回来了老弟啊 领了什么东西啊 一个垃圾桶 这垃圾桶怎么还分个干垃圾桶和湿垃圾桶呢 谁知道呢 行一会我们研究研究啊 好嘞 关门呢 刚跟弟弟呢 在我们这边的上海居委会呢 领了新的垃圾桶回家 并且呢还发了这三张告知书 一个是垃圾分类的告知书 还有一个就是垃圾分类定时定点的告知书 还有一个就是垃圾分类四色药剂牢的一个表 上面分别写了 湿垃圾干垃圾和灰瘦垃圾和有害垃圾 写的特别的全 但是我们这边呢 因为种种原因呢 就有这两种的垃圾桶 分别是湿垃圾桶和干垃圾桶 现在呢就让弟弟给我们来列举一下 这四类垃圾分别有哪些类 湿垃圾一般是菜皮 或者饼干 蛋壳 花生壳 蛋糕和等食品 干垃圾呢 一般就是我们喜欢的钢丝球 杯子 碗筷 还有坏的花盆 有害垃圾一般都是电池 荧光灯 医用棉签 贴卧的窗壳贴 与杀虫剂 可回收物一般都是塑料瓶 我在 重说一遍 可回收物啊嘛 你说什么呀 可回收物呢 一般都是纸塑料瓶 有奶盒 篮子 玩具 纸盒 等等 我们这边的垃圾投放时间呢 是早上的7点到9点 还有晚上的6点到8点 就这两个时间段 像这个香蕉呢 就属于湿垃圾 然后我们这边有湿垃圾桶 等会我吃完就可以给它扔一下 这垃圾 真好 吃垃圾 现在呢我们再来扔一个干垃圾 钢丝球刚才我弟弟也说了 属于干垃圾 可能有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这个钢丝球也属于干垃圾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钢丝球 扔到干垃圾里面 我会呢 我会呢把这个表拍下来 发到评论区里面 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 也是希望我们的祖国呢 能够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好嘛 好的今天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香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